一期意外消息 臺南市山上區的一家生產汽車零件 科技公司在昨天晚間疑似 在作業的時候 有零件的旅圈 突然噴出雜中兩名男性員工 其中一人頭部受創嚴重 當場死亡 另一人左手臂疑似骨折 被送往醫院急救 臺南市消防局是在晚間 七點四十四分接獲報案 只稱山上區一家生產汽車零件 為主的科技公司 疑似發生公安意外 消防人員發現疑似 為現場施工作業的時候 發生輪胎氣爆 二十四歲的男性傷者頭部受創嚴重 明顯死亡 另一名五十歲男性傷者疑似 左手臂骨折送往柳營的 齊美醫院急救